雨下這麼大缺水的臺灣 大家就很關心有沒有下對地方 水利署也把握這段時間 趕緊在凌晨三點的時候 在曾文水庫的集水區 施放增雨宴祭來製造這個人造雨 不過大部分很可惜 都被干涸的大地所吸收了 水位並沒有上漲 另外包含了石門 寶二 明德水庫等集水區 也都有實施人造雨 希望可以多留點雨量在集水區 而桑雨小組也隨時待命 只要有好的降雨條件 都會隨時再做人造雨 好不容易等到水氣來了 把握這機會 天色還沒亮 曾文水庫就啟動人工增雨 等到接近了白天 終於有了明顯的降雨 希望能讓水庫節點渴 累積些微降雨量 但大部分都被干涸的大地給吸收 庫容的水位沒有明顯的上升 我們得再持續努力 同樣轉到石門 寶二 明德等水庫 也在凌晨施放增雨 驗季 不分昼夜 希望多留點雨量在集水區 那這些驗季的施放 基本上對我們水庫都有造成相關降雨的一些效果 那我們希望都能夠把那個雲層裡面的水 能夠盡量留在水庫裡面 水利署也說人工增雨作業團隊會持續留意 每一波臟雨條件足夠的時機 持續進行人工增雨 來舒緩水庫的乾旱之疾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